我们看到他们唇枪舌尖到底是黄国昌鸡同鸭奖 达非所问还是大法官已经有了新政预设立场 那么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 吵的就是二三读到底这样举手投票呢 有没有违背责任政治 这个举手投票会看不清楚或搞不清楚 到底谁投赞成谁投反对 这是不是违背了透明公开原则 来 上一副 公开透明原则看直播啊 这黄国昌的答案 不是 你看他们昨天两个这样吵 大法官跟黄国昌这样吵 有道理吗 不是 当然里面大法官在言词辩论里面 有一个程序是大法官询问嘛 所以他就可以问 询问各方嘛 所以大法官提问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就是说大法官的问题很明确 大法官的问题是很明确 所以你意思是因为黄国昌 499是针对国大修宪公开透明 不应二三图不应该用吴季明表决 这一个视线案来问了黄国昌所谓的责任政治问题嘛 是 那499你一面也特别谈到责任政治这几个字 公开透明责任政治的问题嘛 所以拿来问黄国昌 那当然黄国昌是可能 黄国昌说我有回答啊 没有他一直在说准宪法是可能是之前有四个学者 是各机关推荐的咨询 咨询代表 里面其中有一位学者特别谈到了说 立法院职权行事法涉及到五权 那个各机关的权力架构里面是属于准宪法 可能是从这里而来 黄国昌才会一直在原用准宪法这个概念在谈这个事情 当然基本上你用准宪法 他一直在跟你说美国准宪法没有被接受 但是尤博翔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当然不是啊 不是啊 他问的是499号 什么是499呢 但是你看尤博翔有说时间暂停 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 尤博翔特别把时间暂停去问这一个 再重复问这一个问题 就等于说他在问问题重复打断的时候 其实是并没有影响黄国昌的讲话时间 我们还是让律师解释一下好了 到底499是什么 我们得让观众朋友搞清楚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然后我们都会再来谈 到底双方这样的唇枪舌箭 有没有道理 在宪法法庭这样的唇枪舌箭 是不是可以的 来律师先来讲499 我先讲一下 因为大把关就是针对释宪 针对宪法的问题 所以他讲到一个叫责任政治 就是你立法委员 你投票赞成跟否决 我要记录你是谁 叫记名 然后你要负责叫责任政治 那499号就涉及到修宪的时候 位置上 对 按个按钮 按个按钮的时候 非常清楚知道 刘伟廷你是赞成 商业富是不赞成 对不对 但是当举手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国会改革 那时候举手乱哄哄的 连记票都不见得记得转 更何况是 到底谁举赞成票 谁举反对票 有的时候在现场 也是非常凌乱 对 那问题来了 黄国昌说没有啊 很透明公开啊 我没有直播 直播都看得不到啊 对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那你为什么有这么简单 按个按钮就可以 原本立法院就有的系统 你不用要用直播来取代这个呢 因为他们都跑到主席台上去了 那我们表决不能是这样表决嘛 但是我想回过头来就是 重点就是大法官在问的问题 就是499号就告诉我们 你用透过记名投票 可以确认你投赞成跟反对嘛 你来负责任嘛 精神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包括像立法院行事法 他们去做这些修法的动作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按按钮 在二读三读的时候 你就直接举手表决 让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你是投赞成还是反对嘛 那也环扩 环回来扣最后 尤博祥大法官问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重点是 有反对的人 他们可能会来申请示线 那你现在我不知道 到底谁反对啊 或者你说你反对 你真的有反对吗 你还要举证 那为什么不回到 原本你立法院就有了系统 按个按钮我就知道 你赞成反对 你就不用来乱啊 所以这个部分会让我们 我自己法律人 当然会觉得 刻意要去回避 舍本出没 对 刻意回避 原本有的记名投票 那等同于就是 我希望不要让老百姓知道 到底谁投嘛 还会改成这个方法 其实 尤大法官的问题呢 非常简单 只有两个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你们用举手也可以的 那事实上举手就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谁赞成谁反对 所以违背了 透明公开 跟记名投票的 责任政治的原则 只是他第一个问题嘛 所以他问了黄国昌说 这个499明明就这样规定 你们为什么认为 可以用举手来代替 第二个问题是 那如果搞不清楚 谁赞成谁反对 那么少数反对的人 或没有被记录在 议事录上这些人 如果他去申请失先 他怎么证明说 我当初就是反对呀 所以我现在申请失先 在举证上也有困难 他其实就问了这两个问题 那黄国昌是不是真的 鸡同压降 也还好 黄国昌是一种迂回战术 因为法律工法 迂回战术 在宪法法庭 还搞什么迂回战术 我们就实事求是 就事论事 以摩花斗直求对决 我们看说 现在第一个程序就是 他讲说49走号 那个视线文里面 他是国民大会里面 他说修宪程序 必须要以记名方式表决 他是说修宪方式 所以今天黄国昌 他就抓到这一点 现在不叫做修宪方式 现在是国会改革修法 这不叫修宪 对不对 黄国昌是不是第一个迂回 他就把他转过去 黄国昌一直说主词不一样 对 他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他讲说他不用这个 而且他第二个你讲说 责任政治里面不是要记名吗 如果不记名的话 可是说只好他又回去 黄国昌也有回答 黄国昌意思是说 直播就等于记名了 除此之外他还有回去 他就告诉你说 立医院的那个议事规则里面 表决方式有五点 他里面表决方式 第一个口头表决 第二个举手表决 第三个才是表决器跟投名 投票跟点名 里面第三项 第二项就表示举手表决 就是说议事规则 是可以举手表决 你不能说举手表决 就是不记名 对不对 黄国昌的逻辑 对 他说现场显而易见 我现在没有办法进行 那个记名记投票 表决记投票 所以我就叫他用举手表决 因为议事规则里面是这样规定 对不对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我就是这样做 所以黄国昌也是拿议事规则 所以说你如果这次要修宪 你如果没有让我过的话 那你这次整个 连议事规则 连议事规则是不是都要改 全面都要修改 在立法院这么多年 你知道立法院 一场二楼的记者席 底下直播是看不到的 所以直播不能看到全面 这第一点 直播有死角 对 对片还蛮大片的 第二点 直播有A注就对了 有A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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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公报是具有法律效率 议事录确定以后 是勘载在公报 跟录影不具法律效率有差别 请黄后昌搞清楚 第三个 如果你们认为说 国民党说 哎呀因为我们不能跑回去 我们跑回去的时候 投票 我们换民进党公主席台 民进党放弃一次 所以我们只好被迫用举手 可以用唱名表决 电名表决 你站在原位 就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也不一定要回去 所谓唱名表决 苗博雅委员 反对 好反对 陈东豪委员 赞成 他是可以用这样的 你站在哪里不重要 韩国瑜会被架走 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他还是可以站在主席 唱名表决 你站在主席犯罪都没关系 对啊 不是举手表决 你真的不离开那个位置上面 你要负责任的话 是可以用唱名表决 这样听起来也不能怪 大法官三度打断了吗 当然啊 因为你就打飞索 我问你东你回答西 而且迂回战术 对不对 那么迂回啊 来 黄国昌不熟悉啊 不熟悉 他忘记有唱名表决嘛 那个时候就乱嘛 你如果把油耗放在韩国瑜旁边 用唱名表决 民进党谁有办法撞油耗 撞给我看看 难投死感当 对 然后油耗这样一边 他讲 赞成 对嘛 一样就是程序可以完备 这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油耗站到我旁边 有两个 我超过两个 我这么宽大 高度 他有没有比你高 那天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没有量高度 但是宽度 他绝对在我两个以上 带了不怒而为了丢 你知道油耗扭个屁股 上衣服就被弹出去 对 衣服出 所以其实你在看这个过程来讲 国民党比较请 跟台湾民众比较想要用政治解决 这并不打算在新华法庭 就法论法 因为你知道这些大法官 其实准备太多东西 会让不管是黄国昌 或者是翁晓琳 或者是吴忠燮 他们当过检察官的 都会来不及 你知道吗 因为里面有一题 印象深刻 哪一题来 昨天很精彩 朱富美问了一题 就问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题太精彩了 好我们也来看 现场针对台积电的攻防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立法院 日后因为相关的议案 或者是相关的法律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护国神山 这个科技业来调取资料文件 那相关的公司 以涉及营业秘密为由 这也是受宪法保障的财产权 来拒绝会不会被立法院处罚 其实朱大法官其实是假设了 一个立法院有一个委员会 非常奇怪的要去对TSMC进行相关的调查 那如果也真的进行了调查 那TSMC当然我想他一定会拒绝提出涉及营业秘密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被处罚吗 其实是不会的 那他必须要经过立法院院会的决议 那这个时候立法院的多数当然会去权衡 不管是朱大法官刚刚提到的 个人的隐私 或者是呢 营业的企业的 他的营业秘密等等的事项 都会在是不是要做财罚的时候去做裁量 如果立法院居然不顾个人的隐私 或也不顾通保法相关的规定 然后去调取相关的资料 而且对于拒绝的人就决定要裁罚的话 这个时候首先会面临的是 法院知不支持这样的裁罚 我想如果是像朱大法官提到这么极端的案件 应该也到不了宪法法庭 因为直接会被行政法院撤销这个裁罚 好 我看到叶绿的口才是蛮好的 人也长得蛮帅的 问题是我对于他用 奇怪对台积电进行调查 他说如果有一天立法院 很奇怪的对台积电进行调查 我觉得这件事不奇怪 因为任何企业都有可能被调查 不因为他是台积电 就一定会有免调查金牌 但是他这个假设提问 当然是可以拿来被讨论 不是 而且事实上有接近的案例 洪梦凯曾经要调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有关谷派的董事 有没有 他为了这个事件 洪梦凯后来卡出来澄清 因为你不能随便碰台积电 会影响股票 别说洪梦凯想调查台积电 美国商务部也曾经想调查台积电 可是我这么想说 为什么想说国民党 或者台湾民众党这边准备 是用政治解决 像吴宗憲 立法院代表人有吴宗憲 他本身是检察官 刚才的大法官 朱富美也是检察官 都检察官 你在看叶庆元回答的时候 是直接用台积电这个做举例 他其实重点是说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立法院你所定的这个法律 你面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怎么办 其实你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朱美其实不是只有讲台积电 他举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美国 美国那时候会不会国会骚动吗 骚动之后 后来美国国会行使国会调查权 调查的范围 包括国会周边合法跟非法聚集民众的手机资讯 他要知道谁呢 实在那个区块 因为那个事情搞到川普 当时候来都被都被法办 那为什么说这次 他不是用政治解决 因为朱美提出了 四字六三一号解释案 六三一是在陈水扁 当总统之后 最后一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做出来的 那个解释案 简单讲一个重点 监听票 以前检察官就可以核发 六三一确定一件事情 监听票 就是你要监听电话 要法院 要法官才能发 好 那你回过来看调查权的时候 那如果立法院的调查权行使 可以接触到 比如说电话公司 通信资料的时候 他会不会跟六三一相撞 有冲突 相撞 那营业秘密的部分 会不会相撞 对 好 那为什么讲说 邀请人他们并 没有准备要回答这一题 因为他们有想到朱富美 可以问六三一 所以他只好迂回 又迂回了 对 所以说类似迂回的案的例子 其实在这个 这个宣众法庭 这个延时辩论的过程 还蛮多的 他们其实这些 因为十五个大法官 每个都做准备 每个都发言了 我说实在 如果立法院 在立委职员行使法的过程中 事先做好很多准备 跟功课的话 他今天在面对大法官提问的时候 那个回答 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补充一下 好来 现在立法院 他说他有调查权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就是 因为大法官问的问题很好 类似像美国国会的这种情况 或者像台积燕这种情况 当你要进行调查的时候 他们可不可以say no 当他们say no之后 你会不会对他们开罚单 这是非常具体 而且跟老百姓息相关 但是大法官的问题是什么 你今天你立法院执行 这些调查权规定就不明确 你就规定没有很清楚 到底你什么可以掉 什么不能掉 好你现在国民党团回答说 没关系 最后会给法院审查 法院依照什么审查 依法律审查 你立法者就已经立一个不清楚的法律 我司法者 我怎么审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鸡身蛋诞生期的问题 你如果立法者 今天大法官为什么问这问题 就是因为你立法者立不清楚 到最后到司法者他无法判断 结果最后你又要回到视线了 一定会到视线 所以大法官现在就问你 你可不可以把它写清楚 你既然这么不清楚 到最后绕完一轮 还是要我来认定到底有没有 我现在就告诉你不清楚 我可能让他认为危险 因为就是这样子而已 叶器人答复里面出现一个漏洞 你知道吗 他说行政法院就驳回 那换言之立法院是罚了 所以我才上诉到行政法院驳回 立法院没有罚 如果你立法院没罚 怎么会有行政法院驳回 也就是说行政法院是一个救济嘛 那你今天看了罚 但我再去救济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这就是扰迷嘛 那你又跟他说行政法院驳回事 还在找人家驳回事 你又看到了都没有咨词 你又在转发院 对一般来说行政法院驳回事